绝照您的佛性般若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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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孔子就讲 治于道 聚疑得 异一人 有以异 所以人 一定要有一个 艺术的品位跟空间 这样子 在你休闲的时候 然后放松的时候 你借有艺术就可以训习你自己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所要用的这个花器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花器呢 是一个君瑶的花器 那各位看一下这个花器呢 所谓的君瑶呢 它所呈现的这个颜色是泛这种紫红色 那有人认为它是玫瑰紫 玫瑰红 甚至有人觉得很浪漫的说 它有彩霞的颜色 或者是晚霞的颜色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君瑶本身呢 它的这个色彩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 很受到很多喜欢陶瓷的人的喜欢 那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花器呢 它又高挑的感觉 那像这样的花器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怎么样插座呢 那各位爱华菩萨首先可以看到呢 今天我用了一只忍松 因为呢 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瓶口 它非常的细 像这种瓶呢 很多是用来光欣赏瓶而已 就是用来瓶瓶的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拿它来插花 可是因为它的口很细 所以我们会觉得比较不好插花 不适合插很多的花 那当然相较于如果它不是插很多的花的时候 我们要插的花就要属于很有独特的味道的 风格的感觉的花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只这样的松 因为我刚刚看了这几只松 这一只是最精致最细的 好那这个松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这样子生长在大自然中的 那我们要把它折一下下 让它能够有平粗的角度折出来 好那首先呢 我再比一下之后 我在松的这个地方剪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 好那我待会就要从这边把它折下去 好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先用了一只这样18号的铁丝 好我把它折成四折 好我把它对折之后呢 好再一次的对折 好做两次的这个对折 好我把它这样的折起来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只铁丝就变成四折这样的铁丝 好那我把这只铁丝呢 放在我刚刚剪了一个缺口的这个地方 因为待会我要用它来来折枝 好然后接下来呢 我用22号的铁丝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用一只22号的铁丝把它烙一下下 好然后烙好之后呢 好我把铁丝烙起来 好然后呢 它就会 它就会这样子把它固定住了 那我先烙了一下 我刚刚剪一个缺口的地方 这个地方好 好然后呢我大概烙了三次之后 然后把它绑起来 好好这一只好 所以呢 我把这一个铁丝做了前中后三段的一个 烙折烙 好我把它绑起来 好那我把它绑起来之后呢 好那我要把铁丝稍微的把它整个缩短 好所以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就看到 我的铁丝就这样子把它固定了 那固定之后呢 我再用一个这样咖啡色的tape 好这样的一个tape 因为呢我们知道擦花 有时候的作品是非常的自然写意的 但是有些作品呢 它也需要经过人工的一个曲折 好来弯曲 好那我把这个tape稍微的绕一下下 有时候我们我会碰到有一些人会说 擦花呢 就是表现自然的这个生态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折肢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 我们在擦花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人一样 当然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很率性的 随心所欲的生长 那随心所欲的去发展我们的个人的财性 可是有时候呢 我们也要需要经过学习琢磨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我把它加上tape了 好那加上tape之后呢 我在角落的地方稍微轻轻的把它折一下下 好我把它折一下下这个枝 好那我们的枝呢 就可以折出这样的一个弧度了 好那我们刚看到说这个花器呢 因为它瓶口很小 所以我需要借由折枝的力量 这样把它固定起来 好 把它固定起来 好那它就会形成一个很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弧度的一个感觉 好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瓶粗的一个角度 好那各位阿拉普萨可以先欣赏一下下 好这样的一个角度 好那我呢今天呢 要搭配它的花呢我要用兰花 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瓶口呢 它可能就是我没有办法放放很多的枝干在里面 好所以我用了一个兰花 好然后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用的这个是石壶兰 好也就是这个季节呢 这个秋石壶呢 开始已经出来了 好因为台湾有所谓的春石壶跟秋石壶这样两种石壶兰 好那我在这边呢 好我运用这个石壶兰呢 把这个花呢 把它做它的主花 好那我用一支铁丝 帮它做一个固定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 这个花戚因为它的瓶口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把所有的花呢 都插到这个瓶子里面 好把它固定一下下 好再加一支的枝 我们用两支的这个铁丝 帮它做一个固定 好因为这个花戚本身呢 它非常的优雅 好然后色彩又很美 好所以 有时候我们摆在家里可以做欣赏用 好但是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的时候呢 我们找到适当的花材呢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运用它 好那我先把这个兰花呢 跟这个松之间呢 做好一个对称跟感觉 好那 我在它的下段的地方呢 我来用一下下一些些的小杜鹃 小杜鹃 因为它停口还有一些小小的缝隙 好那我就用一些杜鹃 好来做它的停口的收口的地方 好刚好这个杜鹃很细 好那这样的简单的一个有点带有文人插花的一个简单的作品呢 好我们就运用这个花器 好再把它把它插做一下 那在后段的地方呢 好因为我们让它有一个后颈 有一个深度的感觉 好所以我在后段呢 好再加一个一点点的杜鹃 好让它有一点点的后颈 好刚好可以插入在这个瓶口上面 好让它再短一些些 好让它有一点点 后段的感觉 好那我们的这个花呢 好我再把这边调整一下下 好那我们这个作品呢 它就是属于一种具有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文人插花的一种格调跟感觉 那待会儿呢 这个花呢我把它固定好之后呢 我再插一座一个这样的一个碗 也是属于是红柚的 君咬的红柚的这样的一个碗 然后一起来插作变成一个 合起来变成一件的作品 好那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爱博物色可以看到呢 我的前面有一个这样非常标准的这个碗 好那那个我们介绍过碗是宽口尖底的 好那这个红柚呢 刚刚刚刚刚刚刚的那一个君咬的这个花器呢 它们搭配在一起是感觉上非常的协调的 那我们知道呢 这种花器有两个运用方式 以文人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花器它非常的干净 而且红柚所泛出来的光泽呢 非常的美 那如果说以一般的民间插花 或者宫廷插花来讲 我们知道民间插花跟宫廷插花 讲究是一种喜气的感觉 那它也带有喜气的感觉 所以这样的一个红柚碗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插文人插花 民间插花跟宫廷插花都可以 好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还是继续用兰花 跟松来搭配 因为我们刚刚介绍到一点点的文人插花 那所谓的文人插花呢 我们希望它是格高韵胜的 就是我们所用的花材格调是很高雅的 那韵味是很特殊的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刚刚用了一颗巧克的春石 秋石壶 然后各位看到 可以看到我的手上 有一颗这样很美丽的 很长的这个石壶兰 所以每次在观赏这个大自然这个花的时候 就觉得真的非常的感恩生长在台湾 那台湾有很多的农业的工作者 或者是花农 他们把台湾的花都 就是这么的美 那各种花材都有 因为这些年来我有很多的机会到美国去 然后发觉在美国要找花财实在是非常难的 因为尤其要找到具有东方气质的花财 然后这段时间呢 又很多的姻缘到中国大陆去 那会发觉呢 中国大陆的花财呢 还是以偏西花的花财为多 那属于这种木本的花财来讲 还是非常的少 那如果要买到像这么美的兰花 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回到了台湾 到了花市 看到这么美丽的花呢 我就觉得真的很感恩 那各位爱好菩萨可以看到 像这个兰花呢 如果我们把它剪短用 那当然平常我们可能都舍不得 都是直接把它拿来盆栽用 但是因为呢 有时候我们要来擦花呢 其实这样的兰花 它也是非常的耐的 而且我们说呢 那个花呢天之美太 如果它生长在 在那个大自然中没有人欣赏 其实也是非常可惜的 好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一枝的这个兰花整个剪下来 剪下来以后 我以它 擦类似高物体的擦法 也就是呢 我的准花擦的特别的高 特别的高这样的一个擦法 然后呢 我下段呢 我来加一点点的松 来跟它搭配 就是让两件作品 最后是结合在一起运用的 好 那各位爱富士尔可以看到呢 我这一枝松 也是用了刚刚的那个方式 就是上了一枝18号的粗铁丝 然后再用22号的细铁丝 绑过之后上过铁扑 然后把它加上去 好 那我们来把这个松 做它的这个下段 因为这个时候看到这样苍翠的松 我们说 碎寒之松薄之后雕翼 也就是说呢 天气很冷的时候 当所有的百花都凋谢的时候 只有松薄 松薄呢 它还是这么的苍翠 那用此来比喻一个君子 或者一个读书人 它本身的季节 不因为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自己 那我觉得这个松呢 它不只是在冬天的时候 当百花凋谢的时候 它是还是这么的清脆 即使在夏天 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 它的叶子也是这么的茂盛清脆 好 那我们用这个松呢 来跟 继续的跟这个蓝搭配 所以这件作品呢 基本上来讲 我都是以松跟薄为主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所谓的文人插花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 那个花材本身的选择 要怎么样选择出 很好的这个花材 好 那我把这一个枝呢 做一个好定位 然后我用一支细铁丝 我有两个方式可以定枝 一个就是在兰花下面加枝梗 一个就是 我让这个兰花呢 跟松之间呢 因为刚好有松很美的这个 枝干 而且很有力很强劲的枝干 让它 两个搭配在一起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个 松跟蓝做一个很美的一个结合之后呢 我接下来把这个松针稍微修剪一点点 因为我们刚刚有介绍到说呢 那个碎寒而之松薄之后凋液 那真的有时候在炎炎的夏日呢 看到这么清脆的松呢 也内心也觉得 真的要学习松薄的这个精神 因为他们不管在任何的季节呢 都保有他那种一种很悠然质的 自己生命的一种 一种风范 一种情操的感觉 好那我把这个松针稍微 可以减少一点点 其实松呢 真的是一个很美的花财 自古以来呢 自古以来呢 很多人认为就是说 松呢是接住仙界 就是说所谓的 真正的可以称为仙树的花财呢 就是松 那如果你要寻优仿胜 或者说你要寻找仙人 那你就要真的是找到这个松树 所以在三面水灿里面 那加若加尊者也告诉那个 告诉他说 你如果要找我的话 要到那个 要跟乌达国师说 如果你要找我要到西俗龙山 双松树下 所以松自古是一种 神仙树的一种代表 那在中国的文人里面 他有一种很有智洁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好那接下来呢 我再用一点点的搏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松博的一种常青 那各位阿拉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们称为南博 那我在南博呢 做一点点下段的部分的修饰 那我们刚刚在作品中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呢 我们在插错一件花的时候 它很重要的是鸡盘的部分 那我现在利用活呢 做一点点鸡盘 但是呢 我们整件作品呢 因为要表现 蓝跟松的这个精神呢 所以我们呢 其他的花材呢 就不要用的太多 像我刚刚现在手上的这一支薄 它是属于比较扁扁的形状的 就有时候会感觉上 比较散开 比较乱的感觉 所以我们再三的提到 这个支角的优美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比如说我把这个支角 那接下来呢 我再用一点点的这个叶子 这个是我们称为电讯栏叶 电讯栏叶 好 那电讯栏叶呢 我来示范一下下 我们怎么样去帮它加铁丝 好 首先呢 我们在选用 这个电讯栏叶的时候呢 我先找一支22号的铁丝 好 那各位阿拉普查可以看到呢 我在这个叶脉呢 大概三分之二高的地方呢 我先用一支铁丝 这样把它穿过去 穿过去 穿到两边的长度 差不多一样长的地方哦 然后你手压的铁丝 然后呢 你把这个这样子拉下来 拉下来 然后利用这支直的铁丝 把它拉直之后 然后另外一支呢 你就把它绕着 绕着它走 好 那我们有两个 加上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整 它这个叶脉可以弯曲的感觉 那最好呢 我们能够再加上贴布 贴布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 我们的 绿色的这个贴布 好 那我这边有一个吸水的 绿色的这个贴布 好 那我们把它上一下下 这个贴布 这样子的话就更不会看到铁丝 那铁丝呢 其实在中国很早期呢 它就有了 好 我们那时候称为针 就是我们缝衣服那个针 这样的一个称呼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 我们的鸡盘了 好 那我在前后呢 这个蓝的这个前后 各加一片的叶子做鸡盘 好 然后这边再一片 好 好 我们前后各一片 这样的一个鸡盘 好 那那个有时候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会不自觉的 就把那个水给弄脏了 那我们就要随时注意 要让那个水保湿的很干净 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学讲说 这个叶花 那个水清美德呢 也是花艺家的一种精神 好 好 那 那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的支角 再让它集中一点点 好 然后再集中一点点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想加一点点的菊花 因为呢 我们常说梅兰竹菊 那这四种呢 是我们所谓的四菌子花 所以我再下段呢 加一点点的这个 菊花 一点点的小菊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件作品呢 给完成了 那我们等一下把两件作品 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 摆思 因为现在 这个时代呢 我觉得花艺是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宋朝 我们开始有了所谓的 呃 焚香 点茶 挂画 评供 这四种艺术呢 呃 在这些年来呢 不管在台湾 或者中国大陆呢 都受到非常多的喜欢 因为花的一种意境的一种优美呢 它可以去美化了任何的空间 那就像 这段时间我们会发觉 也不管是台湾 或者中国大陆 他们对于茶 那空间是非常的喜欢的 他们对茶的推广 也是非常的用心的 但是茶的这个空间呢 除了泡出好茶之外 那个空间的优美 需要借由花的力量 那我们怎样把这个 空间的氛围布置的很好 然后再加上一些很具有 比如说文芳世宝啦 刚刚我们介绍到 所谓的文人茶花 那文人茶花 它需要有一些文人世宝来搭配 或者中国的古代的很多的 各种的配件 很美的配件 这个无形中都会带动很多的 创意跟文化的产业的一个运用 那我们来把它摆试一下 然后试试看 怎么样让这件作品 感觉上更加的完美 好 那我们再摆完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件作品 就是结合一个瓶 然后再结合一个碗 这样两件的作品 合在一起 那虽然说是两件作品 那它有几个 我们可以表现的一个含义 也就是说这样的作品 我们可以放在两个空间 然后有一个同样的 一个意境的感觉 因为中国明朝以后 就非常喜欢一丝一花 也就是在同一个空间中 不要用太多种复杂的花 而是单一的一两种花 那这是一种很美的一种意境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把两件作品结合在一起 然后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展示空间 那这样来做 培试也可以 那我刚刚有介绍到就是说呢 除了这个花材的 花材花器的这个展现之外呢 那各位阿哈佛萨可以看到 像我现在手上有这样的一个如意 那像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呢 都会很喜欢如意 因为如意呢 它象征四肆如意 那而且它的造型又很美 那我想很多人都会有 那我们在平常 运用这个空间布置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如意 拿出来做摆饰 那像我常常帮人家做很多一些空间的设计的时候呢 那我们把如意加上去 就会觉得这件作品特别的有味道 有那个人文的气质 有一点古典 中国文人的一种内涵的感觉 那因为这个如意它的色彩呢 稍微的跟我们的桌面比较接近 那各位阿哈佛萨可以看到 我刚刚手上还有一支松没有用到 那我把这支松呢 我把它用在这样子运用 那我们会发觉 藉由这支松 虽然它是摆饰的方式 那但是它就可以让两件作品 好像又在无形中有点做结合 又有点练创意 好 然后我再把这个如意呢 再放在上面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呢 松其实它是非常耐的 我们这样子放个一天 是绝对不怕它失睡的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呢 我们在很多的空间的运用呢 那它是需要很多元性的去创作组合 来设计的 那我想中华花艺呢 它结合了中国的文学 那中国的哲学 中国的艺术 中国的美学 那我们怎样要算巧方便的 运用那个天生自然的这个花朵的美丽 然后把这个花艺呢 把它带出来中国的文学 哲学 那艺术美学 那更藉由这个花呢 怎么样来把生命的一种道理 把它彰显出来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 孔子呢 他曾经讲过就是说呢 孔子在他的家瑜里面曾经提过 他说呢 蓝生鱼又骨 不以无人而不方 那君子呢 守洁至道 那也不因为环境而改结 所以我们藉由常常在插画中 让我们学习到 要怎么样让自己呢 吐气如蓝 那我想呢 师父呢 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佛法 就是吃树 因为我觉得呢 一个吃树的人 他从身体的一个清静 到心理的一个清静 一直到灵性的一个清静 我觉得这样子呢 就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呢 都像优兰一样 那都像松果一样 是那么的清新 那那么的 那么的有韵味 那那么的 有气质的感觉 所以我们讲一句话叫 不食人间的烟火 那当然这句话呢 是形容一些修道的人 他们对人间食物 人间的一些烟火 就是不适合的食物的一种 不去运用它 那我觉得师父呢 这些年来 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说 他对于众生的这个疼爱 离习 然后他 让我们要素食放生 那焉供失食 这点点呢 都是让我们生命 就是像蓝一样的芬芳 那也像松一样的苍翠 那愿此相法 天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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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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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